哈嘍,大家好 有一些人有在電腦上玩手遊的需求 那我們一定都會先想到模擬器嘛 像很多人推薦的BlueStack 或者夜神模擬器 但是在一些效能低落的電腦 模擬器跑起來還是蠻卡頓的 更何況現在有一些手遊 也會限制你使用模擬器來進行遊玩 那有什麼辦法不要透過模擬器 也可以讓你用電腦玩手機嗎? 答案是有的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款 米卓近射助手 就可以實現這樣的功能 但這個程式表面上看起來 是可以實現把手機畫面投放到電腦螢幕上 但是除此之外 米卓近射助手 還可以讓使用者靈活的自訂這個鍵盤的快捷鍵 相比一般單純投影的軟體 對於有打遊戲的需求者 這也許就可以取代模擬器的功能 讓你可以用電腦直接操作你的手機 我們今天就來下載試用看看 到底這個米卓近射助手好不好用呢? 那首先我們先上它的官方網站 點選中間的免費下載 然後就可以進行安裝了 這個程式它標榜非常的輕巧 那它採用的連接方式呢 就是一般的USB傳輸線 並不需要準備什麼HDMI 那因為是有線的方式嘛 所以相比無線的話 就可以同時享有低延遲跟高畫質的特性 那你下載安裝完後呢 開起來就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我們看一個白色的背景 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上面有指示你要怎麼來做使用 首先它上面寫了 在連接之前 手機必須要打開USB偵錯模式 那開啟的方法呢 首先你先進入到系統設定 然後往下滑 滑到最底端就可以看到一個開發人員選項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開發人員選項的話 你可以先點選上面的關於手機 然後軟體資訊 這邊可以看到一個版本號碼的欄位 在上面呢連續點選7下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會出現開發者模式一起用 此時再返回到設定的選單 就可以找到開發人員選項了 那這個每一個廠牌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樣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詢問 那點進開發人員選項之後呢 請你先把右上角的開關 開起來 然後再往下滑 找到這邊有個USB偵錯的選項 也把它開起來 好開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用傳輸線連接到你的電腦了 現在我們插上傳輸線 好然後這時還會再出現一個詢問的視窗 按下確定後 這樣子就可以跟你的電腦連接了 好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電腦的螢幕呢 就已經同步的顯示你手機螢幕上的畫面了 那如果說還沒有自長顯示的話呢 可能是你的連接模式沒有設定正確 這時你再拉下通知欄 這邊有個USB選項的部分 把它點進去 你要選擇傳輸檔案 有些手機預設會是在這個 位置手機充電的這個選項 請你把它改成傳輸檔案 這樣子這個米卓近射助手才有辦法 讀取跟操控你的手機喔 好那設定完後呢我們就可以 把手機放在一邊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用你的滑鼠來進行操作 你可以看到電腦螢幕上跟手機這邊的畫面是完全同步的 你用手指滑動也是一樣 兩邊的畫面是完全同步的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看到在右側這邊有一排的功能選單 我們一次來介紹 第一個這個是全螢幕 按下去的話就變成全螢幕顯示你的手機畫面了 這個在開會demo一些你手機上的東西還蠻好用的 就全螢幕的模式 再來第二個是關閉手機的螢幕 因為我們現在的操作都會在電腦上嘛 手機基本上就是在旁邊擺著 那螢幕亮子當然是浪費電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點選這個休眠模式 但是在電腦端呢你還是可以對手機繼續的操作 所以這個是休眠的功能 好然後再來下面這兩個是音量的增加跟減少 可以去控制你手機的音量 然後接著下面這個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呢 快捷鍵的設定 點效率之後呢你就可以設定 各式各樣的鍵盤快捷鍵 對應你手機螢幕的位置 那你看上面有個選單展開來預設它有 三款遊戲的快捷鍵 分別是決戰時刻、跑跑卡林車 還有FIFA Mobile 那你點進去呢就可以看到它有 設好一些快捷鍵的位置 那上面的英文呢就是對應鍵盤的位置 也就是你點選鍵盤的A鍵的時候呢 就等於你用一隻手指點選螢幕上A的位置 那這個快捷鍵你是可以自由來做修改 比如說你不想要A你就在這邊點兩下 然後就打你想要的鍵 比如說S鍵你就按S 好這樣這個位置就變成S了 然後這個位置也可以隨意拖曳來移動 然後它這邊只是先提供三款遊戲的 那如果說你要玩的遊戲沒有在裡面沒關係嘛 我們可以自行來做設定 比如說我再來測一次這個極速領域 那我們就把選單切到這個 這邊有個自定義設定這邊 然後我們先關掉因為我們要先進遊戲嘛 不然我們怎麼知道這個 鍵盤的位置在哪邊呢 好那點進去如果是橫向的話 它也會自動轉成橫向 然後這個視窗呢也是可以自由縮放大小的 如果你覺得它這個太小 但是你又不是要全螢幕的話 你可以直接這樣把它拉大 拉大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啦 就是這個遊戲的聲音 這個聲音還是從手機出來 它並不是從你的電腦出來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啦 就是音訊的部分還是從你原本 手機的喇叭發出來的 好那還有一個可以設定的是 螢幕的清晰度 在上面這邊有一個齒輪 點下去就可以來設定這個 螢幕的 螢幕的清晰度 這個位元素率越高螢幕就會越清晰 但是占用的資源可能也會比較多 那像我這個電腦本身效能非常的糟糕 所以你看現在的 CPU使用率已經滿了 那我覺得還是把它調低一點 比如說8Mbps就好 好然後你保存之後呢 它就會再重開一次 視窗會幫你稍微縮小 好那這個只是它的提示啦 我們現在切回去我們的 極速領域 然後視窗又被縮小了 我們再把它拉回來 那上面的點擊基本上你就用滑鼠點 這個操作就是 應該很直覺 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現在要設定這個按鍵的部分 好那我們這時候就先點一個練習的場地 來看一下按鍵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我們點道具賽好了 因為等一下要設定這個道具的位置 好那我們點進去之後 我們就展開這個 鍵盤的設定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點選 比如說先點選這個 左鍵的位置 按下去呢就會出現一個 圓旋旋 就是點擊這個位置的按 然後比如說左鍵我們就一樣 鍵盤的左鍵好 就按下左鍵 然後在右鍵這邊也點一下 右鍵 然後還有一個 副位鍵 假設我們選R鍵 然後剎車鍵的話就 向後鍵 然後還有一個 甩尾鍵 假設Shift鍵 然後小噴鍵的話呢 上鍵好了 好然後這邊還有兩個道具 不過如果團體賽的話 其實還有 傳送道具 那傳送道具它是用滑動的 那滑動也很簡單 你在上面脫衣的話就是路線 有時候我在這邊點一下 往上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條路線 假設這是傳送給這個隊友 因為這個是個人賽所以看不到隊友的位置 假設我這邊先拆大家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點一個A鍵 然後 再另外一個是 S鍵 好然後還有自己用道具也可以點一下 在Z鍵 跟 X鍵 我這次我這樣設計是因為它這個會遮擋住啦 所以我先把船的路徑設好 然後再設點擊的路徑 好那假設就這樣子 然後設定完後你就可以按這個保存 好這樣子就保存起來了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用你的這個鍵盤啊玩遊戲囉 你看我現在點選鍵盤的左右鍵 欸怎麼沒有反應 我把螢幕開起來看看 欸等一下這個畫面顯示好像 不同步 但你看是可以操作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現在不同步 好沒關係我們先 把它掉好了 我們重新一次 我猜是我這個電腦效能不太行啦 因為剛剛已經 整個跑滿百分之百 好各位現在看這個 CPU使用率 已經是剩一半了 現在再試一次看到也行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效能的問題 好我們用鍵盤玩囉 噴 欸還是沒按到 不太習慣 甩尾 然後丟道具 現在這個個人賽亞沒有傳道具的問題 所以就直接按Z鍵就可以丟 現在看起來畫面就有同步 好我們現在就等於是用 鍵盤在玩 好現在完全沒有在看手機的螢幕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按一下休眠 休眠 手機現在休眠了 我們可以完全 單靠電腦玩 丟香蕉皮 好完全單靠電腦 所以這樣看起來真的是 電腦不太行 欸第一名 後面的玩家怎麼都不見 好這樣看起來是 沒問題的 但我現在再重機一次好了 欸你看傳道具可以傳 欸你看傳道具可以傳 好 那顆道具有時候好像 還是不了 然後 現在又沒有同步了糟糕 畫面又不同步了 好不過這個是因為我的電腦效能比較差 然後加上我開啟這個螢幕錄影的關係 我們剛剛也是啦 不開螢幕錄影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個 倒具傳送那個 滑動的快捷鍵 這個路徑沒有射得很好 所以有時候傳不出去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交叉船的部分 所以還要再多兩個路徑 好那遊戲的部分我們就示範到這邊 好那在右下角有看到三個按鍵 這個就是安卓的三大按鍵 所以我們可以按HOME鍵 這樣就可以 回到主畫面 那我自己是很少玩手遊啦 不過他這個鏡射的功能可能 在我做一些電腦跟手機 同步的教學的時候呢 可以把畫面放在這邊然後一起錄 這樣就不用說電腦錄一個 然後手機要錄一個 然後還有這個 米卓鏡深入所他本身有提供這個 影片錄製的功能 看右邊這個符號按下去就會開始錄 然後錄影呢是錄在電腦裡面 所以跟手機沒有關係 你按停止錄影的時候呢 他就會 開啟這個他的資料夾 你可以看到是在電腦裡面 就有這個影片的檔案 不過截圖的部分是截在手機 這邊有個截圖的按鈕 按下去的話呢其實就是 手機的截圖功能 這個是截在手機裡的 那影片錄自是錄在電腦裡面 然後還有在設定這邊也可以找到一些 快捷鍵的設定 就是右側的這些按鍵 比如說電源鍵、音量鍵、反位鍵 你可以設定電腦的快捷鍵 比如說是Ctrl加什麼鍵 這個也都是可以自行去調整的 所以總之今天的測試也說明了這個 米卓近射助手是確實可以實現 不裝模擬器然後用你的電腦來玩手遊 基本上就是用你手機的資源 但是可以用電腦的 大螢幕還有鍵盤來進行操作 對於手遊的中度使用者還是不錯的 因為你長期盯這個小螢幕然後 手指又局限在這麼小的空間 有時候如果你長時間玩 甚至會玩到手指受傷 所以這個程式還不錯啦 那像我這個電腦效能特別低 我們今天測起來也是可以正常的運行 那剛剛有這個後面不同步的原因是因為 開起來了這個 影部門錄影 所以它效能不太夠 但是如果正常不開錄影的情況 我們剛剛有測過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更何況大多數的電腦效能應該都是比我好 所以就更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我是愛蓁 謝謝大家的觀看 來吧 謝謝大家